- 玩完了你咩 不拍vlog 还在转等转 这一集的影片 是K老这几个月的人生转变过程 如何把这个世界看得一清二楚的制作过程 林北没有记错的话 在2004年当我们的马来西亚英雄 Dato Vira李中文 获得他12枚马来西亚羽毛球 公开赛的第一枚冠军的时候 当时林北只有一年级的时候 就开始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很多的模糊 年纪小小奶都寄了 可是已经看不清楚这个世界了 加上当时只有一年级 什么都不会也不会Google 什么都要问哥哥 非常可怜 就这样对这个世界不清不楚 都维持了一年过后 有一天当我听了 梁静茹姐姐的勇气过后 我鼓起了勇气 哇这个很难 我终于鼓起勇气 把看不清楚这个世界的严重问题 告诉了非常有勇气的妈妈 因为生孩子是需要非常多的勇气的 他要有多大的勇气 才可以把孩子生下那里头 加上当时后1997年 是没有勇气听的 因为勇气这首歌 是在2000年才推出的 当妈妈听到我这个严重的问题的时候 他二话不说 直接在我去到家里附近 坑我门前 坑了很多年的眼镜店那边 进行一个非常大规模的检查 两粒眼睛四个人检查 检查完后才发现 诶 有的救哦 不是cancel 只是近视 那这样近视呢 其实解决的方法非常简单的了 那个店员呢 就建议我平时吃多一点那个 这个是怎样读啊 那个店员呢 就建议我平时吃多一点 寒性的食物啦 比如 肉类啊 黄豆啊 杏仁啊 奶粉等等 这些寒性比较多的食物 就含有很多维生素的食物呢 吃多一点就对了 听完了过后呢 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配了一副眼镜我就走了 时隔了这么多年过后 我终于鼓起勇气 懂什么鼓起勇气吗 因为我听了梁静游姐姐的歌 我终于鼓起勇气 去Google了一下 还真的有这一段东西的 因为这一段东西呢 根本是在Google那边抄下来的 或许你看不出来 其实林美前是一个 乒乓走手来的 诶 代表霹雳走的 只是一直拿不到冠军嘛 当时候一直输给同一个人 所以永远都只是拿第一 一直拿不到第一 有一天终于 忽然忍不住了 不要打了 加上那一段期间呢 我又一直重复在听 梁静游姐姐的勇气 所以我终于鼓起勇气 下定觉醒决定 以后不要再打乒乓球了 要做什么 要做一个非常低级的网红 因为你要懂 怎样面对那个镜头乱乱讲话 你要学习怎样讲出口 而且要讲到 可以去到阿西亚大圆 那半场非常大的演唱会 讲到还可以去拍电影 讲到可以交到 非常漂亮的女朋友 讲回乒乓周手的东西 在配了眼镜过后呢 那林美认为 运动的时候戴眼镜 确实是有一点不是很方便 如果你是一个很常戴眼镜去运动的人 你完全明白 我现在在讲什么东西 因为林美本身就是一个很容易爆汗的人 当那个汗流到你眼睛前面那两粒东西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 而且非常的滑 当你跳了跳去动来动去的时候 那个眼镜很容易会滑下来 分分钟会整个甩到地上来爆掉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应该都跟我一样 中学的时期是很多机会可以去运动的 跟谈恋爱一样 不管你是因为运动还是因为爱美 很多人在中学时期都会去配这个隐形眼镜 可是你看林美的脸 你就懂 林美是一个不需要配隐形眼镜 也会有人喜欢的脸 难心哦 哈哈哈哈 我当时被复制非常重大的责任 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谈恋爱 林美当年的责任是为霹雳周真光 所以林美却配了隐形眼镜 讲到这里需要用一个非常沉重的心情来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我的乒乓教练在去年的3月31号突然间离开了我们 没有记错的话我是从小学三年级就成为了教练的学生 直到FORM4我才一开始没有打球 在没有跟教练打球的这十年里面 其实只是跟教练见了一两次面而已 希望教练在另外一个世界可以过得好好的 Rest in peace 教练 我会继续加油 好好做一个好笑的低级网红 帮大家继续笑我 BASS 做什么用BASS 这样FORM4过后没有打球了 隐形眼镜就只能发挥它最基本的作用而已 就是让你看到东西 中学毕业了 大学也毕业了 出来开始工作了 噩梦也开始了 出来工作每天都有不定时的时间上班跟下班 因为拍摄这一行很难有固定的时间 而且每次拍摄我都需要戴眼神眼镜 一戴就是10个小时左右 每天不是眼睛红就是眼睛肝 直到有一天 临美才发现 其实近视是有方法可以彻底解决掉的 方法很简单 不是去laser就是做晶片 到了2022年的8月 我终于忍受不了每天眼睛红眼睛肝的困扰 而且我加上听了梁静如姐姐的勇气 终于鼓起勇气去找Doctor了解下这个laser的东西 所以现在呢就带你们回到去2022年8月2号去看一下林北当时后检查的时候做了什么东西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就来的了 在什么事情还没有做之前 首先你要在你检查眼睛的那一天前一个星期 整个星期不能戴隐形眼镜 将至于是我去的之位于Panda Putri Putong的这一间Vistar Eye Specialist 可能你会问为什么是这一间 为什么是这一间 为什么不是其他那一间 为什么偏偏要选这一间 因为林北爽 谁叫林北煮 Putong 谁叫林北煮 Putong 谁叫林北整个 Putong 其实我也是没有做什么research了 我也完全没有去打听哪一间应该去哪一间比较好啊 直到我去了那一间Vistar Eye Specialist 我才发现因为很多我认识的网红明星 到现在依然看到东西依然还有眼睛 这样我就放心了 讲回重点 这样那一天我去到其实都是做一些很简单的检查而已 就是你眼睛的度数 你的眼压问题 还有你眼角膜的厚度 这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可能有很多人误会 不是你眼睛有近视啊 有远视啊 有牢花啊 你就可以做那个手术了 如果Doctor检查到你的眼睛是不适合做手术的话 你其实是不适合做那个手术的 那检查完度数啊 眼压啊 跟那个眼角膜过后呢 下一步就是检查看林北的眼睛 干还是不干 那个眼泪多不多 到底是不是 Doctor讲越湿越好了 没有湿了 最多是看不到东西吧 我希望 像在玩一个能看到东西的时候啊 台湿可以出一个YouTube影片 算多吗 我的眼泪这样 其实它是20 是 这里是18 还可以慢慢多 算OK啦 算OK的 看不到被洗完 是 看眼睛还好啊 算正常会在眼睛 看到眼睛耶 哇 我还看到耶 我现在滴了这个药水 因为等下要给医生 check我的瞳孔啊 那些 所以要把那个瞳孔放大 跟把那个肌肉啊 就给它relax这样子了 可是这个东西哦 会导致到等下 接下来的六个小时 对那个光线啊 会很敏感 所以等下驾车呢 要戴墨镜 真正把这个东西可以消掉的事 其实是 24个小时过后才会 所以这个是 Stage 1要经历的事情 弄眼睛哦 不简单 只有厉害的人才敢做吧 8 9 6 这个很远 7 6 这样来了 也是6 也是6 反正都不要抢6了 经过了差不多20分钟了 然后我刚刚就想测试一下 因为美女友讲 大概半个小时过后呢 看镜的东西它会很猛 那有点镜过后呢 看远的东西是很OK的 可是如果看镜的话 我现在这样看我电话 那个字是很猛的 蛮神奇一下 这个就是老花 老花就是这样 如果老花 可是又要一边走路 一边按电话是怎样的 老花走路按电话就是这样 看你的度数 还有你的这个scan 做雷射还是ICL都可以 雷射是比较久了的那种 技术啦 第二个方法是 打一个好像隐形眼镜很软的镜片 打在眼睛里面 如果是做雷射的话 它会有一点点干眼 通常不会永久性 通常都是一个月这样子就好了 如果有些人久一点都带六个月 如果你要带那种有卡额的隐形眼镜 就会不舒服 如果是ICL的话 ICL就是那个打晶片 是打在这个地方 所以将来比较不会干眼 你要带什么链的内容 都不会影响 所以这两个你都可以考虑啦 不过如果说 你的眼睛有一点点这种散光 是吗? 一百度和一百的收入度 雷射它是两个都可以改正到完 ICL呢 会留下一点点很低度数的 75度的散光 我是觉得没有很特别要哪一个 看Doctor建议 OK咯 这样子 我看ICL比较直接咯 不要紧张咯 不要紧张 Doctor讲什么一定是对的 用什么紧张的就知道吗 ICL也是很久的技术 蛮很重要的 谢谢Doctor 就这样我们完成了第一次的检查过后 突然间我跟Doctor 就好像情侣分手前一样 我们整整三个月没有见面 为什么我们三个月不见面 并不是因为我离开clinic的时候 关门太大力 他生气我 也并不是我在他clinic小便 小便弹到马桶盖 而是当时候Lin北一直有影片要拍 有影片要去 这个时候你就会问 真的是忙到一天都拿不出来吗 其实坦白讲一天咧是有的 因为那个手术咧 真的是在一天里面就可以完成的 困难的并不是要拿那一天的时间出来 而是在做手术的那一天的前一个星期 我是不可以戴隐形眼镜的 叫Lin北出门做工不要戴隐形眼镜 就好像叫女生出门不要穿bra 然后叫男生不要穿内裤去上厕所一样 是很舒服 可是没有安全感咯 可是要卡到那个皮 很痛啊 没有皮的就被卡到 就这样跟Doctor一直换时间 换时间换时间换时间换到 终于我们决定了 就是在11月25号 那当天咧 我们就去到我们要做手术的地方 我做手术的地方咧 其实跟我做检查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检查那个地方是在Puchong那边嘛 这样做手术的地方咧 其实是到这个The Curve里面的 这样那时候咧 我就叫那个林美专陪我一起去啦 帮我拍video啊之类的东西 我们两个就这样又静静又悄悄的 去到这个Vista Eye Specialist The Curve那边 她讲做一下 可是全部都是女生 我有点不好意思 可是今天是第六天还是第七天的 我还忘记了 应该是第七天 没有戴隐形眼镜 可是我还要看一下今天 到底能不能做 因为可能你没有好好休息啊 没有弄好你的眼镜啊 不舒服的话呢 医生可能也是会不会批你做的 所以等下先问一问我们的热闲 如果不能的话 那我不是要等多一个星期 YES 如果我等下做好手术啊 我晚上可以看时间呗 可以 只是不要看太久啊 不要看太久啊 Auntie你不要顶住我Auntie 咦 哦在这里的啊 看不到的 原来是这个机器哦 他是这样子 有什么感觉 现在是没有感觉啊 可是我是可以看眼睛的 可以 哇很辣哦 整个过程就是很快 可是当你躺下去的时候 从第一个步骤 它压你的眼睛 其实那个时候开始就很紧张 因为你眼睛是开针 你又没看到总是 然后突然间 它就整片变黑掉 一黑掉的时候 我第二个感觉就是 Oh shit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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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去到第二个步骤 就是转进去那个机器那边 Laser的时候呢 那个也是很紧张 你看到它用那个工具 去弄你的眼睛的时候 也是稀别紧张 然后到最后就是看着那个灯 在那边 其实也是一个差不多 45秒的事情 所以只要那个45秒 撑过去过后呢 你的眼睛就迈向4K的世界了 手术就是这么简单的完成了 从林北走进手术室 不是 不要笑 从林北走进手术室 滴滴滴眼药水 直到做完手术的整个过程呢 仅仅用了15分钟 10分钟做手术 2分钟聊天 1分钟跟Doctor拍照 剩下2分钟换相机的电池了 经过了整整20年 林北一直以来模糊的视线 只用了10分钟就搞定了 一直以来 让林北眼睛又红又干 又很麻烦的眼型眼镜 从此以后不需要再戴了 而且这副林北戴了很久的眼镜 从现在开始 正式收皮 OK 呃 这一集 就是林北如何把这个世界 看得这么一清二楚的制作过程 从这一刻开始 林北不再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低级网红 林北是一个完全没有视觉困扰的低级网红 每当我在睡觉 我不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低级网红在睡觉 我是一个完全没有视觉困扰的低级网红在睡觉 现在我去冲凉 我不再是一个 讲到冲凉 林北现在冲凉 谢谢Vistar Eye Specialist 没有骗你的 Laser过后真的很爽 期待你跟我一样拥有清晰的视觉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真的咧 冲凉的时候看得很清楚 割了薄皮是不用看的吗 不用看的啦 你洗了就自动去的嘛 哦你拿水冲嘛 因为它不用特地拉嘛 因为它要拉的关系是因为它是surround在那边嘛 可是你割了薄皮它是不会在那边的 因为你冲凉它水会自动过 你只是偶尔要看一下 所以如果割了薄皮的话 它是不会有那种白白的东西这样的 肯定不会有 只是男人是他痛 那个康复期啊 我今天是一个礼拜多 以前我的那时是缝线的 可是缝线喔 它的线要消化了 还要等 然后它现在会给你吃一个不一steam的药 应该一个礼拜 不一steam的药 我以前没有吃啊 然后很痛 然后我爸爸叫我念那个Doa 哈哈哈哈 Lot me